全国目前都在力拼疫苗接种 光是15号24.2万人接种疫苗创下了单日新高 施打率垫底的南投也力拼扩大施打疫苗 在16号开始开放让两个年龄层可以同步施打 结果导致大批民众全部涌入到接种站排队 变成了另类群聚 还有接种站人员是加班到晚上8点 也无法帮预约的1200人来接种完毕 让民众骂声连连 不过外逃雨室民众撑伞或穿雨衣 全挤在遮雨棚下等的就是施打疫苗 不过属于处现场至少50人 难以维持社交距离形成另类群聚 应该分开两个位置 这样子人就不会那么多 就变成今天是全部挤在同一个时间 民众骂声连连因为南投地区 民众的疫苗施打率敬陪莫作 县府为了扩大接种 开放两个年龄层同步接种疫苗 但人潮涌入接种站却应变不及 甚至加班到晚上8点 仍无法消化预约下午时段的1200人 让民众只能现场干等 他没有照那个时间 他1点50过来 然后叫我大概4点过来 我4点过来的时候过去了 那昨天的接种率相当的高 大概到达6成2的部分 民众如果愿意在现场等候 我们请他拿着号码牌 晚一点再过来 那另外一个分流措施 南投扩大接种引发民愿 不过同样有地方政府 要扩大施打年龄层 这个礼拜就总共会有 3万剂的A剂疫苗来到这里 现在只要18岁以上 你有意愿施打A剂疫苗的民众 我们现在全面开打的 各地方政府力聘疫苗接种 看看15号全国就有24.2万人接种 创下单日新高 含概率达到19.14% 看来民众踊跃接种下 距离总统蔡英文喊话 月底疫苗覆概率达到25% 目标越来越近 这总报道 感谢观看